位于台北内湖的五指山军人公墓 现在居然是出现了硬尸 这是中视新闻取得的独家画面及消息 有民众就委托了检骨师 想要为去世多年的父母亲检骨 没想到开关之后却吓坏了 因为长辈的遗体居然还完完整整的 除了说脸部跟手脚之外 几乎都没有腐化 原来是这个公墓的设计不良 导致棺木跟遗体是长期都泡在水里面 成了硬尸 自最道教的命理师来说 其实这对后人非常不好 这里就是五指山国军公墓 远眺101大楼 群山环抱风景秀丽 更是许多战功标秉的军方将领 人生最后一战 但万万没想到 因为设计及施工不当 加上管理维护上的疏失 导致有许多先人遗骸 竟然都成了硬尸 可能在照照的方式出了一点错 就是说他把它空成水泥 那空成水泥的话就是说 水涨低处流或下雨天的同时 水会积注在棺木里面 那棺木就会浮起来 那尤其比如说 十月到三月这段期间 在检谷的时候 通常是水满棺 就棺材直接浮在水面上 我们取得的独家画面 由于太过惊悚 必须以特殊效果处理 但还是明显看到 已经下葬七八年 甚至超过十年的大体 都还维持原本形态 几乎没什么腐化 而重达上百公斤的棺木 也整个歪斜 仙人遗体在里头 更是被移位 甚至投身分离 本来打算 依习俗来检谷的家属看了 根本无法接受 运势来讲的话 如果说家里是男丁多的话 通常会损丁 那损丁也代表说 如果有男生 代表男生可能会意外 甚至病亡 亡人一定受不了 跟在你身边的时候 家人的运势就比较低落 那运势低落的话 做生意的话 比较容易失业失败 当检谷师将大体请出穴位时 在一旁的家属 不停地双手合十 送金哭泣 而据了解 从地理位置和地形研判 五指山公墓 应该还有许多类似情况 军方恐怕得更正视这个问题 协助家属进一步处理 让先人们得以安息